第二个 又出极界 以界之半静半拙 终生任何禅定也不明显 不坚固 如同水拙则隐不脏 什么意思 就是在你刚刚开始修三昧地的时候 你有时候能够静下来 有时候静不下来 有时候你能够静一下 马上又有别的念头插进来 又产生别的念头 还是在动 虽然你认为这个也是一种禅定 但是这种禅定是不明显的 不会很清楚的 为什么 也是不坚固的 因为这个水是污浊的 一半是清净的 一半是污浊的 你看不清楚 那个水的水的干净没有成明 没有成清 水不成清 你看不出来 如同水污浊 看不清楚 这个不算是禅定 就算是禅定 也是不坚固 不明显的 他第二季是讲这个第二段 我看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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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